技术发展带来社会变化并颠覆传统 它几乎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大家好 我是陈祖奎 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 今天给大家推荐 《超越工程 社会如何塑造技术》这本书 这本书的言文作者罗伯特普尔博士 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 作家 顾问和演讲者 常在全球最富盛名的两大科学出版物 科学和自然担任作家和编辑 在各领域的顶级出版物上发表作品数百篇 《超越工程》这本书 是它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二十多年来 一直是美国大学生的必读书目 这本书通过剖析 核能 电力 汽车 个人计算机 航空航天 商务织绕等技术的发展脉络 以独到的视野描述了政治经济 政治制度 社会习俗 特殊利益集团 个人行为和商业模式等因素是如何影响技术发展的 描述了爱迪生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的奋斗历程和精彩故事 描述了威远比尔盖茨的第一桶间从何而来 描述了内洋机器车是如何战胜蒸汽机车的 引领个人计算机技术潮流的失落公司 为什么只能在场外眼睁睁地看着苹果 IBM 等公司瓜分市场的 淘涕盛宴呢 科技壮行 技术革命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 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嘛 现在计算机的建盆的布局是最高效的嘛 占据核电市场大部分份额的清水反应堆是最佳的技术路线嘛 这些在超越工程这本书中都要非常独到的见解 此外 作者还通过分析史上重大的技术灾难 揭示了技术及其运营组织和特质与成败的关系 有机会翻译这本书并由中国银行出版社出版 我感到非常荣幸 超越工程是一本带有折舌思维的著作 它提供了20世纪重大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 以及处理大型复杂工程技术的科学理念 可以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目 也可以作为青少年的科普读物 希望大家喜欢